这个小时的全球现场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俄罗斯的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发生了恐怖攻击 至少4名的枪手射案 造成至少9死还有12伤 枪手是突袭了达吉斯坦首府的警察局 跟警方爆发激烈的枪战 结果造成至少有6名的远警殉职 至于在120公里外的城市 枪手则是分别闯入了一座东正教堂 跟一座犹太教堂纵火 导致教堂烧出了大火 有一名66岁的传教士还遭到了枪手割喉身亡 俄罗斯的官方宣称 这个枪手是国际恐怖组织的成员 已经至少4个人被击毙了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宣布 目前正结束对哈马斯的攻击行动 以调派更多的兵力到以色列的北部 另外随着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扩大攻击 以色列的北部导致在当地的局势升温 叶门的青年运动组织 伊拉克民兵人民动员 巴基斯坦还有阿富汗的亲伊朗武装组织 纷纷表示 如果爆发黎巴嫩这个战争的话 将会支援真主党作战 而且还警告 目前已经有数千名的战士在叙利亚准备了 恐怕会变成中东的第二战场 台美日前有举行了国际组织议题工作阶层会议 由两位美国国务副助亲低调来参与 并且跟外交部长林佳龙会面 好 根据了解双方针对了中国大陆长期运用 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文排挤台湾参与国际仪式 进行了实质而且建设性的讨论 针对这个部分呢 这个学者李大中老师有说 美方希望借此来反制中国大陆运用2758号决议文 来限缩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 但是是否有效呢 恐怕呢还要看美方愿意有多少的力道 来落实相关的做法了 好 另外呢 这个是美军的陆战队司令史密斯表示 今后数年之内将会在美蜀关岛部署小规模 而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美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 至于这个滨海作战团是否会到台湾呢 退役少将利振杰说 不要想这支部队会到台湾来哦 他们是要让台湾能够武装自己 然后自己去打就好像刺猬一样 美军来讲的话 他以前是陆战队 他现在陆战队已经没有了 他现在把陆战队改变成滨海作战团 也就是2022年的时候 那年的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 他第一次将这个滨海作战团的第一支部队 绣出来就在夏威夷这个地方 那这支部队是怎么样 这第二支是在冲绳 那你刚刚讲的第三支 他不是说把这个部队调到关岛 而是他第三支 他整个陆战队改变成三个滨海作战团 他以后就不再做登陆作战 所以美国以后就没有登陆作战这回事 全部都是滨海作战 那全世界来讲 他也不需要再去登陆作战 他唯一改成这个滨海作战团 整个陆战队就是改编成来对付 这个剑指中国大陆 那是绝对毫无疑问的 那什么叫做滨海作战团呢 他分为好几个小队 每一个小队就是以岛自路的概念 就是说我这个小队 我这个营 对不对 到了这个岛上面去 我这个编制里面 我这个岛上的 我这个团里面的人 上了这个无人岛 他要去的是无人岛 不是有人岛 是到了这个无人岛以后 我带着对舰飞弹 对空飞弹 还有我带着雷达 带着发电机 带着车子 带着通讯系统 跟这个天上的飞机 导航系统来讲的话 我利用这个无人岛 把这个无人岛当作一个军舰的概念 然后让这滨海作战团 送到这个岛上面去 然后对这边的海 对这边的空来实施攻击 那很明显的就是准备 协助第一岛链的作战